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做一期教学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Linux下面的包管理器 Linux Bro 是这样 用过Mac的朋友都知道 咱们在Mac上面如果装软件咱们怎么装 首先第一咱们肯定是去网站下载可以装 第二通过Apple Store可以装 第三就是通过Home Bro这个包管理器进行安装 尤其是用Mac搞开发的朋友 很多都是在用Home Bro进行开发管理 比如说我装Ruby装框架对吧 都用Home Bro 那么在Linux下有没有相同的工具包和命令包呢 是有的 今天我就来给您分享一下 好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MacOS下最知名的包管理器Home Bro 在Linux下如何的安装实用呢 这是我今天给您讲的主题 好首先咱们先看一下Bro的官网 我这是贴上了一个官网的网址 咱们一起来访问一下 Go 大家看这是官网 而且做的非常的友善 它提供了中文 各种园都有 非常的不错 这是Home Bro的官网 这个是被Mac准备的 没有说的 那么咱们Linux该怎么用呢 大家请看 这有一个Linux的安装向导 其实还是它官网 它官网下应该是可以找到 咱们就直接访问吧 我把这个网址都给您贴出来了 大家请看 这个是Linux 这个一般怎么老让我翻译 这个是Linux如何安装Home Bro 不过在Linux它不叫Home Bro 它就叫Bro 怎么安装 没关系 它这有套安装的顺序 我把它摘要出来 我今天按照我的这个顺序给您安装 咱们看一下 好那咱们说干就干 马上开始 首先我这是一台 不是本机 是我自己在本机又建了一台 这个Ubuntu 18-403的这么一个服务器 咱们在这个服务器技术上进行安装 好不好 OK该怎么做 马上看 首先咱们的系统要具备哪些功能 如果您装Ubuntu 18-RTS版的话 它都默认安装上 64位对吧 64位CPU 然后Linux核心要2632之上 然后GCC要装470 然后GCC的包 Lib包要装2.13以上 这个如果咱们是用Linux 18的朋友 都默认给您安装上 你就不用担心 但是在咱们安装之前 大家请看 还需要一个前期准备 都准备什么 如果您要是在Ubuntu上装 您就按照我这一行命的进行安装 就够了 需要Git 需要Craw 需要File 如果您要是在FIDAL 在三头上装 需要这三步进行安装 因为我今天给您演示的是Ubuntu 所以说咱们这一行命令就足够了 干什么 咱们来安装它必须的包文件 或者说投文件库 马上开始 Go 马上安装 我的无敌口令 12345678 Go 我去年做过一个最弱口令的排行 然后排在第一的就是12345678 大家都在用 非常的脆弱性非常的高 希望大家不要用 OK 给咱们装了一大堆开发必要的程序包 或者说叫做程序库 主要是C++的投文件 包括一些C++的库 装完之后 咱们就可以进行咱们Home Pro的安装了 怎么安装 其实就这么几步 咱们一步步来 首先 SH从网站下载一个安装脚本 进行安装 它干什么 这行命令就是说 它今天我这给您写出来了 它会在咱们本地初始化一个叫做Linux Pro 这么一个用户 然后把这个用户作为主目录 进行今后各种包的安装 也就是说 今后咱们用不如这个命令的包都安装到哪去 都安装到这个目录下去 好吧 非常的好理解 省得您认为 怎么我这个程序都够装哪去了 别把硬盘够站满了 不会 它都装到这个目录下去 好 开始 先清一下屏 马上装 Go OK 完装完之后 但是它说大家最后有一个提示 就说 你需要把它加到您的这个pass中去 没关系 这咱不用管 为什么不用管 因为下面这几个命令 它就是自动来做这个事 咱们一个个做 首先咱们先测试一下 更新一下咱们用户的一些环境文件 马上走 这些命令其实都是在它官网中就有 您按照我的客件桩也可以 OK 接下来大家请看 这个位置就要分开了 您是Uban2 那就装我这一行命令 如果您是sandle 就装下面这行命令 为什么 因为它们的profile的文件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是Uban2 所以我装这行命令 OK 装完之后 咱们干什么 咱们确认一下 是否安装成功 直接执行下部录 我先清一下屏 好 直接执行下部录 这个部录就是 Mac下的Home部录 几乎完全一样 OK 成功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看什么 看一下 我这个部录文件 装到哪个目录下去了 好不好 Go 大家请看 是不是装到了Home下的Linux部录下 然后有一个自己的主目录 今后咱们所有的命令 都会装到这个目录下 OK 作为咱们第一个包 干什么 咱们先安装一下 Hello World 好不好 咱们就用这个命令 今天安装 今后咱们可以用这部录 装各种各样的框架 命令都可以 正在安装 OK 装完之后 因为这个Hello 非常简单 然后咱们去执行一下它 就这么一个Hello World 对不对 那么有朋友说了 这个Hello World的用程序 装到哪个包去了 是不是还是刚才的那个包 没关系 咱们看一下 还是刚才那个目录 咱们看一下 Go 大家请看 还是Home下面的Linux部录 然后装到这个下面去了 今后咱们不管是包的安装 以及删除 都会装到这个目录下去 你要想不要这个框架了 直接去删除这个目录 就可以了 OK 然后包括今后这个包更新 比如说今后咱们装了一个Hello包了 这包又有新的内容 需要更新怎么办 咱们就执行这个Blue Upgrade 进行更新 后面听一个包名就可以 因为咱们现在是最新 所以说咱们不用更新 咱们可以先试一下 咱们应该是最新 所以说 它说这个包已经安装了 不用再更新了 OK 但是它这个包是一个警告 为什么要给个错 这个地方有点奇怪 好 接下来 为什么我要给您介绍Blue这个工具 是因为接下来我的课程 会给您讲解一个 静态网站的生成工具 它号称是世界第一块的生成工具 那么通过这个命令进行安装 这个Hugo这个工具 我放到今后课程去给您讲解 今天咱们先一大二过 好不好 那么有朋友说了 我装了这个Blue这个包管理器 我也知道它能够安装好多包 对吧 那么我想知道它能够安装哪些个包 对吧 它能够装什么 没关系 大家请看 我这给您做了一个 这个可用包一览的这个网址 这是它官方提供 咱们去看一下 这个网站下所有的包 您都是可以通过它进行安装 大家请看 这是它的官网 这有一个mark下面 可以安装到所有的包 这个 是咱们Linux下所有的包 点击它 不要点击错 好 大家请看 这些个包都是可以通过 不入命令进行安装 没有问题吧 比如说咱们找刚才那个 Hello 这儿吧 咱刚安装是不是2.1 2.1个版 对吧 没有问题 对吧 比如说我今后要给您介绍的 呼狗也有 大家请看 静态网站生成器也是不错 包括我今后这个口妈video 我的这个官网 也是准备通过这个呼狗 进行重构一下 这个咱们再做今后课程 再给您讲解吧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 Linux下的包管理器 Linux Blue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有兴趣朋友可以去挑战试一下 这应该也是一个 Linux下不错的包管理器的工具 推荐给您 好 那这期就这样吧 咱们再进入视频 再见咯 拜拜